大家好,歡迎回到旋轉輪胎,我是BestioCampo 其實上一章的進度到哪裡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先去Lumber這邊解鎖這台車 看這台車是什麼東西 如果剛好是可以載貨的車,我們就直接載一載 然後再去Objected其中一個地方去解鎖 所以我先弄一下標記點 好,那我們就先去那個 我看一下 手煞車,然後OK 哇,這個石頭真的大顆到這樣子,你看看 太扯了吧 超大顆的一顆石頭,然後直接把整台車子給撐起來 好吧,這邊這個路真的 對這台吉普車來講真的不是說非常好開啊,我覺得 喔老天啊 好,看一下 而且好像根本就走錯邊了 右轉 這裡嗎 應該是這裡,沒錯 這個 這個旋轉的它是舊版的,它不是新版 所以 它沒有第一人撐視角 啊,到了到了到了 大條的路 哇,你看這個爛泥巴 你看這個爛泥巴 如果能再做得更好一點的話,應該會更棒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玩 就一定會講到攝影機這個問題 沒辦法 它就不能做得像GTA5那樣子好移動一點 可以載貨的車欸,剛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可不可以載貨 喔,又是這台 又是這台 又是這台 它後面有那個什麼 拖木頭的那個 欸 Shit 它後面有那個拖木頭的 OK 我們就引擎給它熄火 然後換成這輛卡車 好,我看一下 嗯 載貨的點 應該是在 OK 好 欸 是嗎 應該是吧 我看一下 啊 對對對 好 手上身弄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操控這個 非常難操控的那個 夾子 那個什麼 新版的比較好弄 欸 啊 不是不是這個 我忘記怎麼弄 欸 接下來好像是要 就是 對對對 撐起來 然後 喔,還有還有還有 這個 OK 喔啊 對對對 然後 然後我們 就直接去解鎖 嘖 我覺得 感覺 要解鎖那個黑色的 cloaking的地方 真的不應該用 像這種大卡車去解鎖 因為還蠻危險的 所以 我其實還蠻想要直接用小台的吉普車先去解鎖黑色區塊 然後再讓 我們先把這個弄好 然後我們再讓那個 我們再讓那個什麼 小吉普車去 解鎖黑色區塊 我覺得會至少會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 你大卡車去解鎖那種區塊 因為都是黑色你看不到地形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是比較不太 不利啊 而且也不太方便 好,我們先把這個貨載完 好,再一個 嘖 下不來,卡住了是不是啊 What 不要跟我講 你看那個樹根是不是卡到了 欸真的卡到了欸 轉彎也沒辦法轉 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我把它升值看看 喔有了有了 你看果然 該死了 卡住 好了 喔我的老天啊 拜託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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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下 轉一下 喔 重新掉一下 應該可以了吧 喔那根線 呃 這有時候 啊 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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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啊 可真是該死啊 好了 OK OK 然後我們這樣子 啊 可以了 啊 然後我們把卡車停在 看一下 卡車我們先把他停在這裡好了 這個Lumper這裡應該不是卸貨的吧 如果是卸貨的話剛才就白裝了 我覺得應該要把卡車停在那種 比較好出去一點的 相對位置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 倒車 然後 然後 這邊 這樣轉過來 到時候出去比較好出去 OK 這樣應該可以了 我看一下後面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 好的 我們就熄火吧 然後再回到我們剛才那幾補車 我覺得應該真的一定要先把 哇這黑色區塊真的很多耶 用卡車直接去解鎖我覺得不利 因為都是黑的 你也不確定 那些區塊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好 我看一下 哇 這一趟旅程真的是 我可能要標一下點 這個地圖如果可以再清晰一點的話 應該也會更好 好 先這樣子 喔 拜託 好了 從這個小鳳這裡過去 之前還玩 之前應該還記得就是有那個樹 就是 非常硬那種樹有沒有 然後怎麼撞都撞不壞的 那個我真的覺得還蠻誇張的 不過現在目前是沒有遇到 之前 以前在玩的時候 剛才有沒有聽到蹦一聲 車輛撞擊地面 欸 這邊有點危險 差點翻車 那個角度有點大 欸 這裡我記得就是上次運送木材的地方 哈哈 欸 欸 欸 showed up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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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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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呵呵呵 嘿 閃檔 剛才這樣爬不上去 我以為速度夠 好吧 這個很容易翻車耶 你看那車子感覺就是非常倾斜 哇這裡也是 這種水坑最危險 好我們這邊先停車一下 呃看一下這裡應該要往 哇這裡 這個要怎麼過去啊 這森林 我覺得真的一定要靠河岸走 你看這邊這個都有路的軌跡 那我們就先靠河岸試試看好了 也只能這樣子 那我們先 倒車 欸 欸 喔這裡 哇這個好深喔 這台O不OK啊這台 我覺得不OK欸 哇靠旁邊連走好了不然這個真的超危險 應該是可以啦 欸 我不要翻車拜託不要翻車拜託 不要翻車 賣腦 然後靠邊邊一點點比較有東西可以卡住的時候有東西可以勾 欸 欸 這才對嘛 喔喔喔喔喔喔喔不對不對不對 好深 好了 可以 天啊這種水坑真的是最討厭的東西了 拖 會拖慢 你的速度 真的 好 這邊我看一下 再來是 哇你看這裡 到底要往哪走啊 往這裡看看 我們先直接 畫一條直線抵達cloaking那裡好了 也是只好這樣子 而且快晚上了 這個遊戲我最討厭晚上 超黑的 非常黑非常黑 哇 又是這個水坑 不要 我要直接去cloaking那裡 快快快 走 上去 啊啊不要被石頭弄 啊 石頭都害車子轉向 那個突然鬆開那個速度會補充 啊不要翻車 唉唷 超級恐怖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屁咧 二檔沒辦法起步有沒有搞錯啊 這裡又沒有什麼斜坡 我覺得我先 我看一下 這裡可不可以過去啊 我用繞的好了 我不要直接到森林裡面 我怕會卡住 哇這cloaking看來 欸 這cloaking的位置看來不同 不是 不是開玩笑的喔 這個 這到底 喔 哇 等一下 有沒有那個 對對對我要這樣子 不然後來我真的看不到路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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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開一下燈了 喔開燈好像沒什麼用 走走走走走走 不要前面迎面而來是一棵樹 欸果然真的 哈哈 超危險的 喔 到了到了到了 然後我們被困在那個 人煙稀少的森林裡面 天啊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看這個 好恐怖喔 沒關係我們有一個輛車保護我們 夜晚中待在車裡面最安全了 哇這司機還會休息欸 帥 欸你看他還會休息欸 很好玩欸你看你看 他在打盾欸 有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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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看 我把燈關掉 欸 你看他在打盾 然後我們只要踩油門 喔馬上起床 哈哈 你給我不要睡覺喔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沒有動作一陣子 他應該又會開始休息了 有沒有有沒有 打盾欸 這個還蠻精緻的 好這邊解開了我們可以大概看到地形了 有此可見是非常的亂 那這裡這條路應該是 這條大馬路 所以我們可能下次 從這邊轉出來 然後直接到這個Garage這裡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去先解鎖這台車 再去解鎖其他Clocking 我們解鎖Clocking 目前都是用吉普車去解鎖 除非他翻車了 而且這裡還有兩台車要解鎖欸 我們下次先去解鎖這兩台好了啦 OK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這邊 因為我這個真的是 盡量不要再晚上啦 因為晚上的視線 真的不是說非常好 好維 希望各位喜歡這個章節 一樣 然後只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 那如現來的觀眾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旋轉的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可以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拍下來了 可以拍下來了 也可以拍下來了 我可以拍下來了